去 我真的太感動了 是因為 每次季小軍在鐵花春表演 就下雨 真的 然後 來聽我表演的朋友都會穿雨衣 所以下次如果有外場 我表演的時候 我們真的要自備雨衣一下 好不好 OK嗎 好 好 那個可以停止一下我今天講的話嗎 好好好 對不起 因為呢 因為我其實我是去年的2015年的12月25號就回來台東 因為26號鐵花春的音樂節沒有表演 然後呢 隔天就是我這個烏來的表妹的大女兒回來 就跟我的小玻妞玩 我就在房間拍攝影片 PO上去的時候呢 就說 我拍到別人 所以我就招刪除 然後我三天不能PO影片 然後我就覺得說 為什麼我有拍到誰嗎 還是他們看到我的祖先 是不是 算了 那怎麼辦呢 因為我們的祭典要開始了 所以那我一定也是要分享給我的朋友們 看我們族裡面部落的一些祭典 那我有一個方法就是我剛好有直播 我就可以分享 然後我就一直分享分享以後 我就後來 徐希弟啊 小S 他就留言 他說 你是我看過最愛直播的人 這樣 沒有啦 不是打小報告 而是我 我說我是有原因的 可能他不是你知道 所以後來我是有點不好意思直播了啦 可是我還是直播啊 你管我 好啦 那我接下來就先不直播囉 要來就自己買票來啊 對 再見 這首歌 你就必須要用這個 這首歌 這首歌 是我最喜歡的一首歌曲 我阿嬤教我唱這首歌曲 這首歌它是有故事的 它叫《搖電話樓》 在日劇時代呢 非南族的姑娘就愛上了 那時候日劇時代就是 日本人我就愛上她 也是後來台灣光秘 以後日本人就必須要回去 然後他們相愛怎麼辦呢 這個他們就講好說 那部落就有一句電話 是用搖的 然後她就說 那我如果到日本的話 我會 會搖電話給妳 那妳要來聽我的 就是 來跟我說電話 就講電話這樣 這個 天亮族的姑娘就一直 每天每天的就在 里長家外面呢 就是一直等待 這位日本男子 男子的這個電話這樣子 然後終於有一天 等到了她的電話 她就 聽到了 他們雙方聽到 對方的聲音的時候 就是一直哭啊 思念的那個心情就 崩潰 他們就聽到對方的聲音的時候 她的哭聲已經表達 對於這個對方所有的思念 就是這個 繞電話的首歌的原本的意思 那因為我小的時候 我五歲姊姊七歲 阿嬤那時候 因為我們家很窮嘛 阿嬤就去北上工作 那我們家沒有電話 阿嬤就寫信回來 就叫我媽媽用 我們家唯一的錄音機 錄下我跟姊姊的聲音 寄到台北去 給阿嬤聽 那裡面呢 小朋友講 同言同語 然後我姊姊就說 阿嬤我好想念喔 我告訴你喔 小君很懶惰 他都不幫我拿本機 然後我就打小爸爸說 阿嬤我好想念你喔 可是姊姊一直打我 其實這個聲音喔 已經收錄在我的第一張專輯的 第五首歌叫做《搖電話》裡 很多人都以為 那個小朋友是小男孩 其實不是 那是我們感冒喔 就是真的感冒 然後我們就是錄音錄給阿嬤 我跟姊姊的對話 那那是真的是 我跟姊姊小子收的聲音 就收錄在這個CD裡面 當時阿嬤收到這個錄音帶的時候 就跟我的阿姨抱起來 就抱頭痛哭 阿嬤沒有辦法忍受 四年生女的那種心情 上天晚上她就打包東西 坐火車就回到我們的部落 然後再也沒有出去工作了 就在家裡做衣服 這首歌《搖電話》裡 每次在外面唱這首歌的時候 我就會想起我的阿嬤 我的家人阿公 搖電話裡謝謝大家 阿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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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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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